快位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彩晶搖搖的 抽六萬大獎 真的是糗大了 金門海巡隊成功攔截到的 三艘大陸越界快艇 現在只剩下兩艘 很早 很早 還好久還好久 你現在有一個執法單位 都沒辦法去抵制在 大陸的快艇 你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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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頭頂 站起來 兩個站起來 好 主委 你先來 十九號晚間十點多 金門海巡隊在大岩與海域埋伏 利用包圍戰術 成功逮捕了三艘越界 捕撈的陸籍快艇 將九人全部帶回征訓 但沒想到不到二十四小時 二十號下午 其中四名陸籍漁民 竟然趁著遺傳時 跳上快艇朝外海逃逸 就在解開染繩的時候 其中六個人 裡面其中四位 就趁機跳上最外檔的 他們的船快艇 然後就 是離現場 敘述當時的情況 海巡人員一臉尷尬 真的是糗到不能再糗 雖然事發當時 海巡立即通報鄰近的四艘快艇 出港攔截 但根本追不上對方 兩百匹馬力的雙車快艇 它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加上我們這個 海域的重身很短 只有一兩千公尺 所以它很快就脫離了 我們的盡線之所意外 最後大陸漁船 還是當著海巡人員的面 成功逃脫 架著快艇回大陸 而針對這次的疏失 金門海巡隊也表示 將會對相關人員 進行檢討 絕不寬佩 畢竟史上頭一遭 則可把面子給丟大了 記者李俊榮李一璇 金門報導 OK OK OK